哈喽大家好,我是最,今天这是我们的缺黄98C,连续版的实况,对点说,这场比赛来自阳神和八神月,而双方都是全主力应战啊,今天准备硬刚一场,咱们切架车开场是轻角重角的连续失散,连续就怼上一套,啊,蓄力一炮,咱干一炮,现在看八神月起身之后会做什么动作,起身之后直接闪身,又差点中了一发CD啊,差点被阳神偷针,跳一破盾防,头上扶挺飞,大门并没放弃,大门也选择了连续的几个A,一不小心又中CD, 好像八神月憋着一股痣就是使不上来,哈,现在机会终于来了,超大外哥,先扔他一下,进身中角天地反,来吧,互相伤害吧,头上扶抓完之后大门继续进身,但是这个进身已经被七甲舍识破,七甲舍空中来一把干枯大地啊,直接带走,第二局看八神月的大猪出场,大猪的,八神月的大猪一向都是守卫中间集气的角色啊, 现在七甲舍一发正经拳怼出,落地摔,跳抓超比赛,超比赛的伤害是非常高的,大人相当疼,能不能把大猪一套带走,就看阳神能不能稳住了,啊,干枯大地经拳继续怼飞,落地摔一下,真的带走了,这套连招,连招少,但是伤害特别高啊,现在下到了八神月最后一个八神,这次八神的标志性的角色啊, 咱们来看八神月,能不能怼到对手,啊,开场跳C跳B,连续连跳,能不能把高CD破防了,反正只要破防就行了,不择手段,先锋抓过来,天堂之间崩一炮,后面反手,反手过来轻腿,好,跳B,百合折,强折以后,直接连上,抓接两对,魁花三世,板边巴正你放过来的,来吧,西南,一点血阳神再也不行了, 面对这个高速八神,杨神显得束手无策呀,杨神下一个不值活物,究竟能不能稳住他,来看不值活物,也是女人者中的佼佼者呀,不但速度快,身材还好,让人羡慕不已呀,但是面对暴斗八神,他该如何出招,好像暴斗八神并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,面对这个大美女,八神使出了他拿手绝活,啊,手撕不值活物,魁花七云恩导, 我落地,啊,杨神真的要稳不住了,底波,现在八神就准备将他一套搞死,反手天堂之间炸,落地魁一下,结束了,四十三连真的是暴力呀,现在直接杀到杨神最后一个八神,一点机会都没有留给不值活物,接着看杨神的八神闪亮登场,看他这个八神这次,哇,差一点被勾到,跳C,跳C,几波引钢, 然后几波连跳,带着跳B,来,刚CD爪截两段,来了,魁花接个轻语三世,落地地波,走上一发,抓过来魁呀,好的,利用对手起身就直接压住,杨神要爆发,炸,反手魁花这几个小生龙,然后,哦,小跳B,轻敌鬼魂,八神也连上一套,八神的速度更快,但是杨神的进行破招操作,八神也破招用破招,强反对强反,切封抓过来,反手魁, 哇,一点血,小天百合折,但是不料杨神快速用一个生龙废百合折,有点太秀了吧,这一招让人意想不到啊,两个高速八神,竟是把这个速度发挥到极致了,现在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咱们来看,谁想拿下的中间这一局啊, 要么就是最后一局,要么就中间一局,今天是一个强儿啊,但这一局呢,杨神还是老角色,八神运还是不变啊,咱们来看,开场大门队,七家伤进行一波硬杠,哎,七家伤开场小轻手,直接投到,直接连住了,整体拳,超级整体拳,对吧,互相伤害吧,哇,落的整体拳,走到角落,切换模式,可能要一套带走,进行一套灵气时刻了,这也是杨神比较擅长的操作, 八神月明显有点绝望啊,下一场,起身抓,大招抓住一点血,应该是一点血也不会留给八神月,八神起身就应该怎么办,哎呀,差一点点就连死了,就差那么一点点,给八神月留了一点点血,呃啊,就这一点点血,八神就有可能直接翻盘,来看看能不能翻盘呢,八神大门会是一个什么操作,天地反,普少佛,进身抓,然后大门继续进身再抓, 这次明显中招了,这七夹手啊,哇,进身过来天地反各种摔,流一点血不要紧啊,流一点血就是给对手留了一个胜利的机会,直接被摔晕掉了,可怕啊,太可怕,总如在快死的时候就会晕掉,好,现在来看第二局,第二局算杨神的布置火舞, 这一次布置火舞能不能实力翻盘呢,上一场,八神对布置火舞视而不见,这一局大门会不会,大门这种钢铁直男好像对布置火舞也是不大感兴趣啊,现在他又开启了连摔模式,几时抓,布置火舞也是相当可怜啊,被八神搞过,再被大门揉拙,啊,大门比八神还要狠,好,下轻角接笔杀,又是一个小套路, 这个套路让大门又多打了一对,尽身摔,好,拖上我两次,尽身抓,一局之中都在大门的抓摔之内,渡过,太痛苦了吧,现在杀到阳神的八神,看阳神的八神够不够争气,给布置火爆上一筹,好,来看千手魔,啊,高cd闪身,啊,快速抓上一个天地反,尽身抓,这一波大门不会要是穿三吧,然后小叽巴合者那没有板,啊,空袭蓝之身,吸了过来, 其实真的是空袭,刚才小跳了一下,八神也在跳,哇,八神一个拐合者直接飞了过来,这是什么鬼操作啊,小风,葵花千云烟倒,直接带走了,现在杀到了阳神第二个,杀到了,八神越第二个角色啊,阳神这一局也是有点懵,被摔的,转锤,把它摇下来,回手套,下轿一闲,哦,居然被掀到了, 八神有点急啊,太急了,阳神,平常都是特别稳定的,今天也是稳不住了,超必杀,刚好接住大猪的亲手,精准预判,生龙取消,抓捡两段,地波cd,夸尸连招,好,再把它捡起来,又一包我离的,来了,地波歇风,翻手天堂之眼,炸一下,哎,魁过来,没有魁,选择了还是小叽巴合者,哎,一个魁, 陪花又熬中了,这一场有点意外啊,对这八神越来说,最后还用亲手在摸,先来看第五局,八神越的八神,也是霸气登场,来看这个八神特地,轻腿,翘着西风,好,就过来,天堂之眼轰一下,呃,强制破招啊,强制破招感觉用处不大了,阳神这一局有点懵,哎,八神,阳神又抓了一个机会,奇迹来了,陪花千语音, 落地踢脚,上了空,好,可以花地波取消,天堂之眼又被崩,哇,八神越差一点的被崩死啊,幸亏反了一发八只女,这一局也是险胜啊,对八神越来说,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局,搞得别人心脏都跳出来了,下一局咱们来看,阳神接上一臂啊,看这次接臂怎么样啊,结果, 八神七家舍不止后,还是老三个角色,其实这三个角色它是最硬的,对他们两个来说,开场七家舍还是对大门,连出场人物都顺序都不变,七家舍这一局还是会像上一局一样吧,给队伍流了一点血,流了一个活口,这一局七家舍感觉会更狠,整齐拳,接受了上一场的教训,这一局会不会,哎,这一局选择的头,这一局没有气啊,没有中间切换模式,轻血点杀,还要再套了一发蒸汽拳, 但是大门好像并不答应,大门现在也开抓了,呃啊,张开他温暖的怀抱,好像被七家舍先抓了一下,这一次情况并不是特别好,又给大门流了一点血,大门是不是又要开疯狂抓摔模式,开不了了,一个闪神,这二闪子就是身边被队伍摸了两下子,继续看下一局,第二局啊,第二局啊,第二局看八神月的大猪来了,咱们来看大猪这一局如何操作啊,大猪转锤, 哎,跳一个CD,然后还是被跳,跳过来,跳地咕噜,铁球砸,铁球大波走来了,铁球大波走,我们来看再来一个转锤,对手起身之后果断用CD套路,这是日常操作,几波操作之后,七家舍已经没有血了,发现啊,感觉羊神脑子还是蒙的被砸的,现在看第三局啊,第三局啊, 羊神的不知火舞来了,不知火舞姐姐,这次有没有超强发挥,有没有,哎呀,小脚一先,空中飞猪,来了,这么直接的吗,直接就把不知火给扑倒了,这叫干嘛,这个角落,好,浪一下子,转锤,好,可以,还是用上一场那个套路直接把它抓住,扔到角落,小脚一先,可以的,铁球,铁球大波走,来一套, 尖密果子,来一套,脚踹再来一发转的取消,对手想浪,直接被抡了一锤啊,现在杀到羊神的八神,羊神刚才那一浪啊,不得了啊,这直接就被打到八神了,率先给发底波,八神直接爆气,准备来一波狠的嘛,我们是米带跳地,哇,跳地直接登C,登了过去,八神,暴走八神的优势就是飞啊,各种飞就是了,都不能用跳来形容啊,这个速度, 啊,圣龙,葵花爪截,两刀葵花神移,摁倒,各种,虚晃招式都来了 一波花式操作,然后再接抓,天堂之间要不要炸,直接炸,翻手葵过来,一个八只女带走,哎,他并选的八只女,他看八神血血量不多,只是用那个小葵取消 好歹,把他对手拿下就可以了啊,流气打下一局,要不然下一局没得打了 第五局看,八神也最后一个,八神也来了 来看这局怎么样,跳跳跳,哎,高三地爪剪两段,直接怼了上去,跟地坡,跟小跳快花 再跟地坡,各种连抓,来吧,互相伤害吧 哦,小跳,哦,小跳百合者有点准,强制包招搞得出来 跑抓消风,这一次,杨神再也跑不掉了,八只女来一发 完了完了,杨神功亏一篑,这局,反手天堂,哎,反手开花千鱼,再来一发八只女 这样是更稳的操作 拜拜了 大家记得来播关注订阅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